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比试面试专题讲座 我们本期讲座是与二叉数有关的内容以及相应的高频面试题 我们首先来看看掌握二叉数需要掌握哪些基本的概念 首先是二叉数节点的结构 比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中Value表示二叉数的节点值 Live和Right指针分别指向左右两个孩子 有关二叉数的很多概念需要面试者熟练掌握 很多面试题都是根据这些概念来考察的 二叉数的代码面试题是特别爱考的题型 因为二叉数类型的题目能够结合对列 站 链表 字符串等很多的数据结构 也需要掌握图的便利方式的实现 比如BFS和DFS 还需要熟练掌握地规函数的使用 并且能够自己设计出与题目本身有关的地规过程 同时在工程上二叉数的应用也非常多 练好二叉数的题目对实际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 种种特点使得二叉数题目很受面试观的偏爱 下面我们就对每一个概念进行介绍 并且每个概念在介绍完成后都有相应的高频面试题的讲解 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二叉数的先续中续和后续便利 先续便利是指先便利投节点 然后便利左子数 最后便利右子数的过程 中续便利是指先便利左子数 然后便利投节点 最后便利右子数的过程 后续便利是指先便利左子数 然后便利右子数 最后便利投节点的过程 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颗数为例 先续便利的结果为 一二四五三六七 中续便利的结果为 四二五一六三七 后续便利的结果为 四五二六七三一 简约的说先续便利的顺序是中 左右 中续的便利的顺序是 左中右 后续是左右中 这是由我们人为约定的 但还是应该注意 还是有中 右左 右中 左和 右左中 这三种并不常见的便利 请用地规的方式和非地规的方式 分别实现二叉数的先续中续和后续的便利打印 我们先来介绍二叉数的先续便利 地规的方式非常简单 相信大家也都学过 这里就不再详数了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代码 当数为空时 直接返回 如果不为空 先打印当前投结点的值 然后再便利左子数 最后便利右子数 接下来我们介绍非地规的方式来实现先续便利 具体过程为 一 首先申请一个新的站 即为stake 然后将头结点high的压入到stake中 每次从stake中弹出站顶结点 即为current 然后打印current结点的值 如果current的右孩子不为空的话 将current的右孩子先压入到stake中 最后 如果current的左孩子不为空的话 将current的左孩子压入到stake中 四 不断重复步骤三直到stake为空 全部过程结束 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假设二叉数为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 然后我们准备好一个站 即为stake 节点一先入站 然后节点一弹出并打印 接下来先把节点三压入到stake 再把节点二压入 然后是把节点二弹出并打印 先把节点五压入stake 再把节点四压入 然后节点四弹出并打印 节点四没有孩子压入stake 所以接下来节点五弹出并打印 他也没有孩子 然后是节点三弹出并打印 依然是把右孩子节点七先压入 再把左孩子节点六再压入 然后是节点六和节点七 依次弹出并打印 整体过程结束 打印的顺序为 一二四五三六七 刚刚我们介绍完先续变利的 地规和非地规的实现 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中续变利的两种实现 首先是地规方法的实现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代码 当数为空时直接返回 如果不为空 先变利左子数 然后再打印当前投节点的值 最后变利右子数 接下来我们介绍非地规方法 来实现中续变利 具体过程为 一申请一个新的债 即为stake 申请一个变量 current 初始时current等于投节点 二先把current节点压入站中 对以current节点为头的整颗子数来说 依次把整颗树的左边界压入到站中 即不断地令current等于current.left 然后重复步骤二 三不断地重复步骤二 直到发现current为空 此时从stake中弹出一个节点 即为node 打印node的值 并让current等于node的右孩子 然后继续重复步骤二 四 当stake为空时 并且current也为空时 整个过程结束 我们还是举具体的例子 来说明这个过程 假设二叉数为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 然后我们准备好一个站 即为stake 还有变量current 初始时current等于投节点 也就是节点一 接下来将节点一压入stake 然后令current等于current.left 也就是current变成了节点二 然后将节点二压入到stake中 令current再等于current.left 即current变成了节点四 将节点四也压入stake 继续令current等于current.left 此时current变为空了 所以开始从stake中弹出节点四 并且打印 然后令current等于节点四的右孩子 此时current还是为空 所以再从stake中弹出节点二 并打印 然后令current等于节点二的右孩子 此时current变成了节点五 将节点五压入stake 并开始继续令current等于current.left current又成功了 从stake中弹出节点五并打印 令current等于节点五的右孩子 还是空 stake继续弹出节点 得到节点一并打印 然后current来到了节点三 current不为空就压入到stake里 然后current又是向左边界移动 把节点六压入到stake 然后current又成空了 只要成空就从stake中弹出节点并打印 所以打印节点六 只要从stake中弹出了节点 接下来current就跑到这个节点的右孩子上 也就是节点六的右孩子又是空 所以继续从stake中弹出节点三并打印 然后stake跑到节点七上 压入节点七 然后current又向左下移动 发现被空 从站中弹出节点七并打印 然后current跑到七的右孩子上 还是空 此时current和stake都为空了 过程结束 打印顺序为4251637 以上是中序便利的地规和非地规的实现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后续便利的两种实现 首先是地规方法的实现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代码 当数为空时直接返回 如果不为空 先便利左子数 然后便利右子数 最后打印当前节点的值 接下来我们介绍非地规方法来实现后续便利 这里提供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为用两个站实现后续便利的过程 具体过程如下 一申请一个站计为se 然后将头节点压入到se中 二从se中弹出节点计为current 然后先把current的左孩子压入到se中 然后把current的右孩子压入到se中 三在整个过程中 每一个从se中弹出的节点 都被放进第二个站s2中 四不断重复步骤二和步骤三 直到se为空过程停止 五从s2中依次弹出节点并打印 打印的顺序就是我们后续便利的顺序了 还是举例子来说明整个过程 还是同样的数 准备好两个站s1和s2 节点1放到se中 然后从se中弹出节点1 节点1放到s2里 同时节点1的左孩子 节点2先进入se 然后是右孩子节点3放到se中 从se中弹出节点3 节点3放到s2 然后他的孩子节点 节点6和节点7 一次放到se中 从se中弹出节点7 节点7放到s2 节点75孩子 所以继续 从se中弹出节点6 节点6放到s2 节点6也无孩子 所以依然继续 从se中弹出节点2 节点2放到s2中 然后他的孩子节点 节点4和节点5 一次放到se中 从se中弹出节点5 节点5放到s2 节点5无孩子 所以继续 从se中弹出节点4 节点4放到s2 节点4无孩子 而且现在se已经为空了 整个过程停止 此时s2从站顶到站底为4526731 一次弹出并打印 就是后续便利的打印结果 后续便利的非地归实现的 第二种方法是 只使用一个站来完成整个过程 具体过程如下 步骤1 申请一个站 即为s2 将头节点压到s2 同时设置两个变量 h和c 在整个流程中 h代表最近一次弹出并打印的节点 c代表当前se的站顶节点 初始时令h为头节点 c为空 步骤2 每次令c等于当前se的站顶节点 但是不从se中弹出节点 此时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情况1 如果c的左孩子不为空 并且h不等于c的左孩子 也不等于c的右孩子 则把c的左孩子 押入到s2 具体来解释一下呢 可以这么来理解 首先 h的意义是最近一次弹出并打印的节点 所以如果h等于c的左孩子 或者是右孩子 都说明c的左指数已经打印完毕了 此时不应该再将c的左孩子放入到s2 否则说明左指数还没处理过 那么此时就将c的左孩子 押入到s2 情况2 如果情况1不成立 并且c的右孩子不为空 并且h不等于c的右孩子 则把c的右孩子押入到s2 含义是 如果h等于c的右孩子 说明c的右指数已经打印完毕了 此时不应该再将c的右孩子放入到s2 否则说明右指数还没处理过 此时就将c的右孩子押入到s2 情况3 如果情况1和情况2都不成立 说明c的左指数和右指数都已经打印完毕了 那么从s2弹出c并打印 然后令h等于c 步骤三维一直重复哦 步骤二直到s2为空过程停止 还是举例子来说明整个过程 还是同样的数准备好一个站 即为stake 节点1押入stake 准备变量h和c h等于头节点1 c等于空 c为stake的站顶节点 即节点1 此时步骤二的情况1命中 将节点2押入stake 此时stake的站顶节点为节点2 此时步骤二的情况1命中 将节点4押入stake stake的站顶节点为节点4 此时步骤二的情况3命中 将节点4从stake中弹出并打印 h变为节点4 此时stake的站顶节点为节点2 步骤二的情况2命中 将节点5押入stake 此时stake的站顶节点为节点5 步骤二的情况3命中 将节点5从stake中弹出并打印 h变为节点5 此时stake的站顶节点为节点2 此时步骤二的情况3命中 将节点2从stake中弹出并打印 h变为节点2 stake的站顶节点为节点1 此时步骤二的情况2命中 将节点3押入stake 此时stake的站顶节点为节点3 步骤二的情况1命中 将节点6押入stake stake的站顶节点为节点6 此时步骤二的情况3命中 所以将节点6从stake中弹出并打印 h变为节点6 那么目前stake的站顶节点为节点3 步骤二的情况2又命中 所以将节点7押入stake 此时stake的站顶节点为节点7 步骤二的条件3命中 从stake中弹出并打印 h变为节点7 站顶变为节点3 步骤二的条件3又命中 所以弹出并打印 h变为3 站顶变为1 步骤二的条件3又命中 所以弹出并打印 h变为1 此时stake为空 那么过程结束 上面介绍的所有方法 不管是递规方法 还是非递规方法 电力整颗数的时间复杂度 都是b勾n n为二叉数的节点数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勾l l为二叉数的层数 或者说深度